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飞行系统运动规律的这个规律 我们已经都基本的讲到了 那么刚才呢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系统的输入是有一个四倍的节约输入的 一般来讲对这样的系统来讲 如果输入它的值不等于零的话 控制输入R不等于零的话 一般都选E和E点构成相平面 那么如果是输入没有 输入R等于零 研究它的自由相运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般的去取它的C和C一点作为相别量 因为什么呢 如果你看像这个题 如果它的输入不等于零 是四倍的节约 那么如果选这个C作为输出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 它这个画出的相轨迹就不在原点处 它就偏出去了 被控制激励到B边去了 想想看啊 我们现在是以这个E和E一点作为相片量 构成的相平面啊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这个输入和偏差输出之间有这样关系 E是等于R减C 反过来C就等于R减E 现在这个R是等于4的 你想想看 如果现在我们现在E是有了啊 E有了的话 实际上C也就知道了 如果我们如果画这是以C和C点作为相变量的这个相轨迹的话 那怎么办 你就由这个关系导过来就行了 对吧 那么C和E差一个符号 这个是4先且不说啊 导数也差一个符号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这个E和E一点的相轨迹要转换成C和C点对应的相轨迹 怎么怎么做 这个这个坐标要倒过来吧 这个坐标也要倒过来 实际上什么呢 就把这个东西拿过来翻转180度 刚好这个这边也变号了 这边也变号了 清楚了吧 还差个4呢 往那边搬4个单位 那就是C和C点构成的相轨迹 清楚了吧 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 这个C和C点构成相轨迹 它就不在不在C和C点中心的地方 往那边偏了 画起来呢 不是太不像这样方便 那么一般是在控制输入给定的情况下 画它的这个相轨迹的话 一般是以偏差和偏差一点的偏差速度 作为它的相变量画 这时候它这个相轨迹画出来 或者围绕它的中心是对称的 那么另外 如果把这个时间相应也翻成C 随时间的变化规律的话 怎么办 看 C是等于E4-E 把这个曲线呢 导一下 符号变过来 再向上搬4个单位 C和C C和T的关系就知道了 所以说 你在研究一个飞线系统的时候 到底是以什么变量作为相变量去研究它 那倒无关紧要 从方便的角度来讲 有输入的时候 以E和E一点作为相变量 以R等于0的时候 以这时候以C和C一点 或者以E和E一点都可以 好了 下面我们再举例子看 这个飞线系统它的结构图 现在给你了 这个飞线性就体现在这样一个 飞线性的 静态飞线性的这样一个点心 点心飞线性特性特性上 其他的地方都是线性的 这个东西呢 是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一般的寄件特性 一般的寄件特性 是从这上去 从这下来 从这下去 再从这上来 那么当这个H等于0的时候 这两条线就并在这了吧 这两条线就并在这了吧 就变成这样了 也就是说 当这个X大于0的时候 它就输出是1 当它是小于0的时候 就输出负1 这叫理想极点特性 在数学上相当于是 这个飞线性 就把这个X取了一个符号 进出了吧 就这么个东西 那么整个这个飞线性 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要分析一下 当输入是单位接约的时候 这地方是个T 可以看成是 如果T不等于0的话 是比例加微分控制 对吧 不 这不是偏差吗 E 你到这个X就等于E 加上T1一点吗 如果这个T不等于0 那不就是比例加微分控制 如果T等于0的话 就纯粹是个比例控制了 现在这个T取0 或者取0.5 两种情况 分别讨论一下 系统运动的这样一个规律性 怎么做呢 现在输入是等于有一个接约 从方便的角度来讲 我们以偏差和偏差一点 构成橡皮面 比较方便 那么怎么做呢 接下 还是 像刚才那个方法 把这些所有的变量 都导出来以后 向E靠拢 清楚了吧 那么从对线一部分来讲 它的传递函数是 C比U等于S平方分之一 那么交叉相乘一下 反变回来 就是C两点等于U 在这了 对于非线一部分来讲的话 它的输出U 或者等于正一 或者等于负一 什么时候等于正一呢 就是X大于0的时候 也就是E加上T1点 大于0的时候 它就输出是正一了 现在我们没有写这个X 直接把X写成 E加T1点了 这实际上就是X 对吧 这X大于0 它的输出就是 U就是1 否则 它如果小于0的话 就是负1 现在呢 根据这个理想基级特性 把这个系统的区域分成两部分 这是第一区 这是第二区 那然后在这个 比较端口呢 是E等于R减C 标点 E等于R减C R现在是阶约 单位阶约 就是它这个表达式了 然后想办法把所有的变量 像E那地方去靠路 整理一下 E2点 这个地方 这个方程就决定了 E1点就等于负C1点 E2点就等于负C2点 对吧 我们要用这个C2点的方程 在这儿呢 E2点等于负C2点 就等于负U 这地方就变成负1了 对吧 这个地方不动 然后呢 如果 如果是在这个第二区 那么这个方程就变成 这地方变成个号 这地方不变 看 中间这个地方不要的话 这是不是 E的方程 它的区域也是用E和E1点来描述的 就由它来定了 至于说 你这两个区域怎么区分呢 那让E加TE1点等于0 等于0以后 对应的 把这个E解出来以后 对应的方程是这个方程 这就是开关线 开关线的上边 E大于它的时候在第一区 E1点小于它的时候 是在 下面 是第二区 好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 画它的这个向轨迹了 分区去画 分区都是线性的 那么在第一区 第一区呢 是一两点 到第一区 干什么呢 画它的向轨迹 用等倾斜线法 那么怎么做呢 一两点等于这么多 等于1点乘斜率 它等于 它等于 这就是一两点啊 等于-1 放在这来了 然后把这个东西呢 当成α 当成常数 这个地方就 就可以解方程了啊 就不用等倾斜线了 然后 这个地方你看啊 我把这个第一 拿到这边来 拿到这边来以后 就是 E1点 第一点 等于 负第一 两边可以积分啊 这边积分是 二倍的 第一点的平方 对吧 把那个2 倒过去 那么这边 负第一 积分嘛 就等于E了 把这个2 倒过来 这是个积分常数 啊 这个题呢 可以直接积分 就不用画它的 向轨迹了 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 这个 这是相当于是 E区的 向轨迹方程了 啊 这是Y平方 等于-2X 那么 那么 这个地方 这个负的 那么相当于 在第一区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 这方程 这个抛线方程啊 这要负的 开口是向左的 对吧 那么 它过那个 E的时候 在哪呢 取决于它处置条件 在哪啊 是像一族 抛线 那么 在第二区 同理啊 又用这个 E2点 等于 E 然后和他讨论一样的 只不过这方 插个符号 它也解方程 积分以后 得出方程 是E 就相当于 Y平方 等于2倍X 加 一个常数 这也是一族抛线 开口是向右的 对吧 好了 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 看这个T等于0 和0.5的时候 T等于0的时候 开关线在这 这个T等于0的时候 T等于0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个有限值 那么当E也就等于0了 对吧 E等于0 那么如果这个T等于 T等于0.5的时候 T等于这个0.5的时候 那么这个 这就成了负的0.5 这是一个 E和E1点 这个相平面当中的一个 直线 斜率是负2 那么有了这个开关线 又有了这个方程 我们就可以把它画出来了 这是原题 然后这个分别的这个方程 两个区域的方程 是放在这了 那么第一区呢 它的这个 开关 开关的这个 开关线的范围是在这 那么第二区的开关线 是相当于它的区域 是这样一个约束 然后呢 我们看看系统的方程 在第一区当中 我们刚才推出来了 第一区是 它的方程是1.2点 等于负1 两边解 把它写成 这个第一点 然后第一 把第一拿到这边 两边积分 给出这样一个方程来 这是在 一区当中 实际上有开口向左的抛线 那么二区呢 同样 是一 两点等于1 对应这个 积分方程积出来以后 也是一个抛线 开口向右 那么再看这个开关线了 如果开关线是在 T等于0的时候 T等于0的时候 开关线E就等于0了 E等于0 那么我们把这个 把它这个相轨机把它画出来 这是E E一点 开关线E等于0 这个 这开关线 开关线是这 这边是1区 这边是2区 是 当T 当这个东西等于0的时候 它就没有了 1大于0的时候 这是1区 1区的方程是这个 是开口向左的 一组 抛线 把它画出来 这样的 一组 右边呢 这左边呢 是向右 开口向右的一个抛线 那么这个 到底这个 你这个C到底是多少 取决于你出条件在什么地方 那这两个相轨机拼出来 一看以后呢 就看出 当T等于0的时候 当T等于0的时候 这个系统的运动 是一个 周期的运动 你不管这个触条件 放在什么地方 对应在这边的跑步线 到这以后交接 交接到这边的跑步线 刚好构成一个封闭的曲线了 系统运动呢 就在这一直波动下去了 是一个周期的 无休止的这样一个波动 对吧 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 这个T等于0.5了 那么这个开关线呢 就等于 E等于-2E了 是过远点 斜率是-2E的这样一个斜线 这样的 开关线变了 但是这个向轨机没有变 向轨机这边还是椭圆 这边也是椭圆 形状都是一样的 那么在把它画出来以后呢 你看 这边的 这边的抛弧线 这边还是 这边的抛弧线 还是它 最后呢 你看这个系统交起来以后 从这儿到这儿 要收敛一下 到这儿收敛一下 最后 这个系统 不论出条件多大 最终系统 都是要收敛到原点的 在比例加微分 控制的条件之下 这个系统是收敛的 在比例控制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 一直是周期的运动 看出来了吧 相轨机只要画出来 那么这个系统的运动规律 自由响应运动规律 就可以清楚了 当然 这个地方是以E和E一点 构成的相平面 输入还有一个-1的 在转成C和C一点的时候 你把它导过来 把它导过来 这是 举了这样一个例题 再往下看 这样一个非线性特性 这个非线性特性 是个什么东西呢 也是一个 寄电特性当中 一种特殊情况 如果当这个 小M等于-1的时候 小M等于-1的时候 这条线就跑到这儿来了 它就跑到这儿来了 就成了什么东西呢 这么上去 这么下来 从这上去 上去的时候 从右边上 下来的时候 从左边下 纯智环的极点特性 这是理想极点特性当中的一种特殊情况 线性环节是个二阶段 开环增益等于-1 分析一下 当输入没有的时候 研究一下自由响应 它的运动规律 做的思路 还有刚才一样 这是输入等于0了 你可以用E和E一点 也可以用C和C一点 都可以 那么我们看 线性部分是U 对C C比U的 这个传递函数 是这样表达式 交叉相乘一下 是相当于 C2点加C一点等于U C2点加C一点等于U 这是线性部分它的文方程 对于非线性部分 E和U之间的关系 U等于什么呢 U要么等于E 要么等于-1 就两种情况 对吧 U 什么时候等于E呢 说 如果这个E大于H 肯定等于E 对吧 那么当如果 如果它往回退的时候 它也保持E 这是什么条件呢 E要大于-H 但是E一点要小于0 要往回退的时候 对吧 就在这了 要么E大于H E大于H这边 肯定等于E 它是单值的 要么E要大于-H 大于-H在这边 但是呢 你只能是E小于0 E小于0 就是速度 这个E往回退的时候 在这 这条件给定了啊 那么 要么就等于-E -E是什么时候呢 要么E小于-H 这边是单值的 没有问题 另外 当E大于0 向这边走的时候 那么 E要 小于H E小于H 而且E要大于0 速度向正方向走的时候 它也等于 E只等于-E 就这两种情况 那 现在呢 我们 在比较点处 这个比较点 E就等于R-C 现在R等于0了啊 E和C 之间就是个 这个符号相反的关系 啊 整理一下 我们现在 我们以这个C和C一点 作为项鞭量 来去研究它啊 C 在这儿呢啊 这个方程是在这儿呢啊 C两点加C一点等于U C两点加C一点等于U U又等于这个东西 要么等于1 要么等于-1 等于1的时候 这儿 现在是向C和C一点去靠 那你这边如果超上的话 这不是E了吗 不方便 怎么办呢 把这个区域改成C的那种表达式 因为现在E就等于-C 那你把这个地方你看 你把这两个同时成个-1 这边成-E了吧 -E就是C嘛 C要小于-H 就是它了 对吧 然后这边 两边乘上-1 -1就是C C要小于-H 而且呢 C一点要大于0 翻过来了啊 把这个区域改成C的区域 利用这个E和C 它就差个符号 这个关系是 这边也一样 左边不变了 这个区域要变 这个-1照斜 这边呢变成 两边乘个-1 -E就是C C要小于-H C要大于-H 这边呢 这是 C -E 就是C 要大于-H 而且呢 C一点要小于0 这个不等号两边 同时成个-1 就给它导成C的关系了 那么有了这个关系之后呢 你看 它的开关线是个什么表达式 这样的表达式了啊 你看 这是 在第一区当中 第一区当中是C 小于-H C是小于-H 在这边 都是1区的 另外呢 还有一部分是 C要小于H C要小于H 在这边 但是呢 这个C一点要大于0 C一点要大于0 在上半边 又把这边挖过来了 合并成1区了啊 反之 这边是2区的 就不说了啊 这个关系是搞清楚 现在这个开关线呢 是拐了一个弯 这么拐过来了 有了这个关系之后呢 我们就画它的这个 向轨迹来分析了 这是刚才给出来的 统一到C和C一点 那个向变量的 那个系统的那个方程啊 给出来了 那么现在呢 这个地方 这个方程不好解啊 积分不好解 怎么办呢 用那个等倾斜线法 来画它的 这个向轨迹图啊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把 C和C一点这个平面做好了 开关线也已经定了 是它啊 怎么做呢 第一区 一区的方程是 C C两点 啊 C两点放在这了 移过去后是 1-1-C一点 在这了啊 对吧 C两点等于 1-C一点 这一区的方程 那把这个东西呢 C两点写成它 写成这个东西当成 R法 用等倾斜线法嘛 啊 然后写成这个表达式 那么由它 把这个C一点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导出一个C一点 等于一个 这点东西 这个R法暂且看着 看着常数 这个等倾斜线 在1区的等倾斜线 是一个水平线 对吧 Y等于长值吧 等 这个是一个水平线 那么水平线上面 这个向轨迹 穿过这个水平线 这个斜率呢 是由α来定的 啊 那么二区呢 同样 同样来处理 二区的方程是 C两点等于 -1-C一点 -1-C一点 同样写成这个表达式 把它当成一个 暂且当成个常数 啊 那么二区的 等倾斜线呢 也是一个水平线 只不过和它 差一个负号 啊 那现在好了 啊 我们列一个表 看α取一个值 1区的这个 等倾斜线 是个水平线 它的高度是多少呢 我们用这个公式 去给给它啊 那么如果 这个1区的 1区的在这儿来啊 1区的这个 像 这个这个等倾斜线 这个长值 C一点的高度是2 反过来 把这个α解出来 是-2分之1 1区在这边呢啊 这边是1区 它的高度 现在是-2 这个高度啊 从这儿一直走到这儿 这是它的等倾斜线 对应的α呢 是等于-2分之1 -2分之1 写上 画上啊 然后呢 我这地方再取 1.5 1.5的高度 就在这儿呢 把这个α反算出来 是-的3分之1 把这条 等倾斜线 画出来 -的3分之1的 斜率标上 清楚了 再往下走啊 如果等于1的时候 1 高度是在这儿 斜率是等于0 那么 这个 等倾斜线 如果是 像几点落在这儿的话 它就顺着这个地方 走过来了 水平的 如果等于1 2分之1 0.5的时候 对应的那个 等倾斜线的斜率 是正的45度 正的45度 画上啊 画上 如果等于0了呢 在这儿 折出来那个α 是垂直的 到这儿 一直画啊 在这儿是一半 一半一半 它画到这边 那边的归它去管 啊 再看-0.5的时候 在这儿 这么高度的时候 反算出来 这个α是-3 把这-0.5 画下来-3 这就斜的多了 只画到这儿为止啊 那边是人家的2区的 然后再取一个-1 -1的高度 是在这儿 反算出来α呢 是等于-2 把-2的短线 画上 比它要稍微 缓一点啊 再取-2 -2反算出来 α呢 等于-2分之3 在这儿 -2分之3的斜率 画在这儿 这边画好了 1区的 2区的 拿它去看 它和它只差一个符号 那我们可以用上面的结果 如果这地方给2的话 啊 这地方如果给2 那它的斜率 就靠它了啊 就就 相当说 在这儿画一个线 它的斜率就是 它的斜率 把它画上 这个斜率和它的斜率是一样的 啊 如果取一个-1 取个正1 那么它斜率是在这儿 1在1在这儿呢 啊 然后它斜率是-2的斜率 这个斜率 这个斜率和它的斜率是一样的 啊 然后再取一个1分之1 1分之1在这儿呢 它的斜率呢 是-3 -3的斜率 和它的斜率是一样的 再走 啊 0 对无穷了 这地方也是无穷 垂直的这么走过来的 然后呢 再取-1分之1 -1分之1在这儿 斜线呢 是-1 正1 正的45度 和它是一样的 啊 取-1 -1在这儿 斜率是0 就贴着它这么过来 然后取-1.5 在这儿 斜率是-1分之1 -1分之1 画上 然后是-2 在这儿呢 斜线是-1分之1 -2分之1 画上 这两半呢 你从这儿剪开以后 把它翻过来 刚好是重叠的 啊 这样的 现在看 十两场都给你了 你看看它这个相轨机 是个啥样子 这个系统的运动规律 是个什么规律 看出来了 这系统不发散 你处理条件再大 它都向回收 但是 在里边呢 它又不消停 要向外头跑 对吧 它不收敛 肯定是收敛不了原来的这个平衡点处 要往外头跑 里边 外边要向里边收 里边要向外头扩 最终 系统就回到 这个曲线去了 在这个地方 一直就周期运动下去了 看出来了吧 这个地方最终 外头要向里边收 里头要向外边扩 最后就扩到这个地方了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极限环 什么意思 现在输入是没有的 2等于0的啊 出水条件大 出水条件小 最终它都回到这个地方 假如说你给这个系统 再给一个扰动 扰动 原来在 你现在这个系统 回到这个地方 红圈上去了 系统周期运动着呢 一扰动 把它扰到外边去了 扰动去处以后 它还要回到 回到里边来 再一扰动 扰到里边 里边它还要扩充 还要回到这里边来 这是一个稳定的周期运动 自振 自振 就这个意思啊 这个 这个极限环呢 是一个稳定的极限环 实际系统 在实际运动过程当中 这个周期运动 是可以看得见的 系统一旦给它一个 初始的一个 初始条件 系统最终啊 它就会回到这样一个 极限环 所对应的那个周期运动 扶植 就是这么大 频率 由这个极限环来决定 这个频率和扶植 是都相当稳定的 你扰动 偏离开这个极限环之后 它最后 你扰动去处以后 它还自动能够回来 啊 这个 这个系统的运动呢 是个非常典型的 这样一个运动 现在看我们说 这个极限环啊 那么 对应这个 这个极限环 是对应一个 二阶系统的一个 周期运动啊 那么极限环的 类型不一样 比方说 我们有 刚才像我们刚才 说的这个极限环啊 这是个 这个是 相片当中的极限环 如果里边呢 是向外头发散的 外头是向里边 收敛的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情况 那么这个叫做 稳定的极限环 稳定的极限环 所对应的这个 极限环 对应的周期运动 在实际系统当中 是可以看得见的 你扰动之后 它的系统还能够 稳定的回到原来的 那个 自证的状态 这是 这样一个东西 稳定的极限环 一定对应一个 实际看得着摸的 看得见的 这样一个 自证运动 那么如果这个极限环呢 画出来是 这样一种情况 里边 向里边 收 外边 向外头 发散 这样一个极限环 那么这个极限环 所对应的运动 你看 它是 最终 你给它的初始运动 给定之后呢 它的最终的运动 模态有两种 一种 如果初始扰动 比较小 系统呢 要回到原来的平衡位置 是稳定的 如果扰动比较大 系统就发散了 不稳定了 那么如果这个扰动 恰好把它 落在这个 极限环上了 怎么了 怎么样了 这个极限环 对应的周期运动 也存在不住 因为实际系统 无时不刻 都有干扰 就干扰它 如果这个干扰 把它干扰到里边 那它就收敛了 如果一干扰 干扰到外边了 它就发散了 这个极限环 所对应的周期运动 实际上是观察不到的 但是这个极限环 所对应的那个 初始位置 决定了一个系 这个系统 到底是收敛 还是发散的一个边界 这个叫做 不稳定的极限环 实际上的 另外还有 比方说 如果这个极限环 里头是向里头收的 外边也是向里边收的 这样一个极限环 那么这个极限环 它扰动 扰动比较大的时候 像这个极限环是收 收到这个极限环的时候 扰动 无时不刻存在的 一旦扰出去 它又向这个地方靠 一旦扰出去 又向这个靠 冷不丁 扰动到里边了 就收敛了 所以这个系统 虽然存在一个极限环 但这个系统 从大的范围来讲 系统响应 总的来讲是收敛的 最终它一定会收敛 在原来的平衡位置 那么这个极限环 所对应的周期运动 也是观察不到的 系统最终 一定要回到 原来的平衡位置 另外还有一只极限环 是里边向外头发散 外头也向外边发散 这两种极限环 叫做半稳定的极限环 这种极限环 它也观察不到 系统总的响应来讲 是什么发散的 里头要向外发散 即便是在这个极限环上 待上几周 冷不丁有一个扰动 扰动到外边去 系统也是发散的 这个极限环 实际上看不着 那么自证运动 就是针对 对于二阶飞线性来讲 就是它一定在相平面当中 存在一个稳定的极限环 这是我们讲 把极限环的问题 给大家交代一下 假说 现在我有这样一个 飞线性系统 线性环节是它 飞线性是一个饱和 饱和的宽度是 增负H等于1 增负1 这个线性区的斜率 是等于1 分析下 在这个 以C和C一点 构成一个相平面 看它的自由想运动 也就是输入没有 输入等于0 看它自由 就处置位置 处置速度定了以后 在相平面的点上 它在什么地方 然后它这个系统运动的规律 是个啥规律 它还是老的办法 先把所有的变量都捅出来 最后向这个C和C一点去靠 线性部分 线性部分的传件函数是C比U等于它 在这呢 交叉相乘一下 是反变换 C两点加C一点等于U 这是线性部分的输入输出关系 那么非线性部分 非线性部分U和E的关系 当U在正负H之间的时候 大于这个H的时候 大于H的时候 就等于1了 饱和了 跑到这边 大于1了 就饱和了 如果这个E呢 是在正负1之间 正负H之间 那么输出呢 就是个线性的 这个U和E就是一回事了 鞋率等于45度 它和它是一样的 线性过渡过去了 如果是E要小于负H的话 那么就等于 这饱和了 等于负1 那么这个饱和特性呢 把这个非线性的区域 分成了1 2 3 三个区域 分别来讨论 那么有了这个关系质呢 然后这个比较点的地方呢 R等于0了 E就等于负C了 E就等于负C了 那么有了这个关系是 我们把这个方程呢 向C和C点 那个向边量当中去靠 首先C加C点等于U C加C点等于U U就等于这套东西 当在第一区的时候 等于1放在这了 这个地方呢 不是C的变量 怎么办呢 这个不等号两边 同时称负1 就是负E就是C C要小于负H 转向过来 然后这个地方呢 E的绝对值小于H 就是C的绝对值小于H 这个地方呢 E换成负C 这个地方负1照写 这个地方呢 换成E要大于H C要大于H 在这儿啊 那么看 这开关线 就是H等于 这个C等于正负H了 对吧 开关线 C等于正H 负H 这是 这个地方 这是C和C一点 C小于负H的时候 是E区 在正负H之间是2区 那么大于H的时候 这是三区 它的方程 一区在这儿 二区在这儿 三区在这儿 画它的这个 像平面当中像轨迹 方程 不同的区域当中 方程都给你了 然后呢 我们用等倾斜线法 这个方程 积分不好积 我们把一区的方程 一区是C两点 等于1减C一点 在这儿呢 它写成C一点 把它写成一个α 这个把它带成α 这就是 这个方程 拿到这儿来 就是等倾斜线的方程了 把这个C一点 拿过来 倒一下 在这儿 一区的这个区域在这儿 等倾斜线是一个水平线 水平线 取决α的值 二区呢 是C两点 C两点等于 在这儿啊 在这儿呢 C两点等于 负C 再减掉C一点 在这儿啊 然后把它写成 等倾斜线的那个方程 把这个C拿到这儿来 把这个α 再倒过去 把这个C倒过来啊 这个等倾斜线 一区的 二区的等倾斜线 是一个过C和C一点 这个平面的 圆点的一个方程 斜率是等于 负的一比 一加α 啊 是这个 这是 二区的 三区 三区是C两点 等于 负一减C一点 在这儿 把这个α倒过来 把这个C一点 拿过来 三区的等倾斜线 这个方程也是一个水平线 啊 也是水平线 和它差一个符号 那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相平面画出来 C C一点 开关线 开关线是 这个 C等于正负H啊 负H 正H 这是一区 二区 三区 啊 那 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第一区 我们刚才这个事情做过啊 这事情做过 就画那个 画那个 画出那个 那个 极限环的那个 那个题啊 我们现在呢 不做太多的工作了 就把那个原封 不动的搬过来啊 水平线 不动的水平线上 它那个斜率不一样 就我直接就省了啊 省点时间 这边就是它 中间这个地方呢 它的等倾斜线 是一个斜线啊 过远点的斜线 每个斜线 对应把它短线 也把它做出来 这个事情我们也做过 就是上节后 我们画那个 呃 讲这个 等倾斜线 那个那个方法的时候 说过啊 我们直接把它 也画出来 不去啰嗦那么多了啊 不动的等倾斜线 对应的那个 短线也标上 啊 是这样一个东西 这边呢 刚好和它 倒过来 啊 也把它画过来 这样一个东西 看出来没有 这系统运动规律 是个啥样规律 熟练的啊 不管出条件 在什么地方 最终呢 它都要回到 原来的平衡位置 是大范围当中 一个稳定的系统 啊 看出来了吧 那么关于非线性系统 的相平面法啊 记住 只要你是二阶的 问题 非线性 倒不论 非线性是个 什么样的非线性 都可以去讨论 但是呢 这个 它一定要是二 二阶的 因为只在平面当中 但是这个方法 从思想上来讲的话 可以扩充到高纬 那么你三阶的非线性的话 就要用一个XXX1.X2. 用三维空间去表述 这就不好去说了啊 高维的时候 也可以这么去想象 但是呢 不好描述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就这些啊 到现在为止 我们把非线性系统的 这个相平面法 给大家介绍了啊 总结一下 相平面法 它适合的条件 是二阶的非线性啊 高阶了以后不好描述 不是说不可分析 那么关于相平面的 这些基本概念 什么叫相平面 什么叫相轨迹 什么叫相平面图 啊 要知道 然后相轨迹的性质 它的斜率怎么表达的 平衡点怎么去求 然后运动的方向 然后相轨迹的挥制 这个地方 关键的是个等倾斜线法 相轨迹知道了以后 求时间节 介绍了个增量法 那么二阶系统相轨迹 我们讲那个 二阶系统的相轨迹啊 解决二阶系统 那个相平面分析的 主要的主要应用的两个工具 一个是这个 二阶系统相轨迹的一个特性 再一个是等倾斜线法 不管什么样的问题 你转换成相平面的 那个相相边量的关系式 如果能解 则解 不能解 就用等倾斜线法去做 分如果是对于那种 不光滑的非线性问题的话 你分区域线性化去处理 用二阶的那个特性 就可以把整个 整个非线性系统的相平面 把它画出来 那么关于非线性系统相平面的分析呢 我们讲了非本质的非线性 就是光滑的那种非线性啊 那么对于这种问题来讲 我们首先可以求它的平衡点 平衡点处 我们把它线性化 利用二阶系统那个 相轨迹的性质 可以确定 这样一类非线性系统 在平衡点处 它的稳定的关系 另外呢 对于本质型的非线性 也就是不光滑的这种非线性 可以分区去处理 把开关系画出来 分区去绘制相平面 不同区域的相平面 相轨迹 它拼接出来 就可以看出整个系统的 运动的规律了 另外就是控制系统 这个东西呢 这对于控制系统分析来讲呢 它的思路都是一样 你选定一个相变量 那么把那一圈的变量 都分析清楚之后呢 向这个相变量去靠 该代换的代换一下 最后画成一个 或者是本质型非线性的问题 或者是非本质的非线性问题 用上面的方法去处理 那关于这个相平面 相平面法呢 是我们大纲要求 是要求大家了解理解 那么如果正给你这样一题 你知道怎么去做 做起来可能麻烦一点 只要求大家了解理解 不作为重点掌握 但是从下节课开始 我们讲的这个描述函数法 是要求大家要牢固掌握的 所以留给大家 选做 不愿意做就做 不愿意做就拉倒 我们今天课程讲到这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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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